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身旁的一名妇人抢仙道 看你们夫妻两长的人模任样的 想不到却是如此的黑心 喂 阿姨 你说什么呢 我们怎么黑心了 惊吓不友好的质问那位妇人 而十三的注意力全部在夫妻两字上面 原本想开口说话的她 一时竟然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望着惊吓发愣 惊吓怎么没解释 怎么黑心了 问你老公啊 我妈还在医院躺着昏迷不醒呢 妇人愤怒地说 别吵了 一边的警员赶了上来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夏了解了事情的原委 今夏毫不怀疑地相信十三 十三太单纯 不知人心险恶 将十三护在身后 那段路刚好没有监控 也没有证人 今夏自认倒霉 好言好语地对妇人说 阿姨 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等您妈妈醒过来之后再做定夺 我妈犯了老年痴呆症 就算她醒过来也不记得 警察将老太太的病例递给今夏看 那老太太确实是患了老年痴呆症 妇人是老太太的儿媳 她正在家做饭时 一不留神 老太太出了门 妇人出来找人 好巧不巧 看见十三扶老太太的那一幕 真是人倒霉起来喝凉水都晒牙 除了自认倒霉 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今夏直接开门见山 阿姨 你开个架 妇人仔细打亮了今夏和十三身上的衣服一番 那衣服看上去价值不菲 狮子大开口 一千万 一旁的警察都惊呆了 今夏一点也不吃惊 活了二十多年 月人无数 对于这种不讲道理 不分清红皂白的人 她早就司空见惯了 痴笑一声 阿姨 你抢钱啊 一千万还算少的 要是我妈从此醒不来了 那是人命 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妇人不依不饶 今夏最怕的就是遇见这类虎脚蛮缠的女人 不想与这类人纠缠不清 给些钱 就当给十三买了个教训 今夏什么大风大浪 没经历过 岂会怕一个不讲理的妇人 请你搞清楚 我给你钱 不是承认人是我老公壮的 是可怜老太太 妇人蹬鼻子上脸 可怜 谁要你可怜 明明就是你老公壮的 还在我这桩什么大善人 身边的两名男警察也最怕遇见这类不讲理的女人 行了 你们双方各自冷静一下 妇人安静了下来 手插着腰 一脸的不满 十三一直安静地站在今夏身后 今夏回头对她轻声说 别怕 有我在 十三担心今夏会责怪她 原来是她想多了 心里的不安 瞬间不见了 脑子也灵活了起来 她想起了事发地周围 周围没有人 都是建筑物 而且建筑物上有玻璃 她知道 玻璃是可以看到外面的 应该有目击证人 她的声音有些大 不只是说给今夏一人听 更是说给警察和那位妇人听 妇人又抢在了前面 瞎说 周围明明没有人 周围没有 不代表屋里没有 十三坚定道 对 忽略了这点 一名警察喜道 妇人无话可说 警察让所有人都回去 等找到了目击者在下定论 今夏和十三出了警察局 今夏两眼放光地看着十三 想不到 你比警察更厉害 你真的不生我气吗 十三问得很小心 不生 今夏笑着说 这要给你 十三将她买的那瓶挣红花油递给今夏 随即关心道 你的手没事吧 她没说是手啊 她愣了愣 又笑了 十三的观察力挺不错的 没事 已经好多了 走 带你去个地方 两人来到了手机店 今夏看着柜台里 琳琅满目手机对十三说 老公 你喜欢哪一个 十三愣了愣 这老公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有老婆 警察让十三报家人电话号码时 她担心警察打不通 警察挂了电话 她问了警察能否联系上今夏 警察说你老婆马上就来 她当时心思很乱 没有多想 现在想想 好像老婆和老公是对立的 又想到了那夫人口中的夫妻 今夏也不解释 十三现在整一头雾水 身旁一男一女的两个声音打断了十三的思绪 老婆 给你买这个手机好吗 老公 我不想要这个 十三抬眸望去 见一女子挽着一男子的手臂 两人十分亲密 她不禁想到了夫妻二字 今夏久久不见十三说话 抬头见十三在发呆 而他们对面的服务员却对着他们两人笑 老公 你都不喜欢吗 十三今天这么倒霉 万一等会又被服务员的话中伤 她的心灵怕是受不住了 反正十三也不知道老公的真正含义 她叫着也不尴尬 又是老公 十三望着今夏发愣 既然你不喜欢 那就换别的 把你们最好最贵的手机拿出来 最后一句是对服务员说的 服务员听见今夏的话 心里乐乐 她一看今夏和十三的穿着 就知道是有钱人 带着一百分的微笑 把最新款的手机拿出来 笑笑对着十三道 先生 你老婆真漂亮 她想表达的意思是你老婆真好 十三似乎明白了老公老婆的含义 一阵喜色涌现在脸上 脸上还带着点红晕 靠近期的ン�光 散开